Hello 大家好 我是家聪 火的咯 他是雲吞 那今天這條片是做什麼的呢? 話說前陣子我都在Youtube社群那裡 是嗎? 你有看嗎? 沒有 沒有看是嗎? OK 沒問題的 大家記得看啊 不用看會打你 我不會再打你 那這條片是做什麼呢? 話說前陣子 前陣子也是社群 跟大家說 我接下來想拍一條影片 介紹一下其他的Youtube頻道 看看大家有什麼建議 我後來想一下 我也先介紹一下自己看過的 好像比較好 但是其實社群的帖子還在 有些可能我沒有介紹過 大家也可以在那裡看一看 但是介紹之前 我會先說一些澳門的Youtube頻道 OK 首先我覺得澳門裡面 有一個頻道我很欣賞 就是你的頻道嗎? 不是不是 我那個就是普通的 我最欣賞的就是 Doors的Youtube頻道 我沒有到你了 因為我是你的 你這樣說 她那個很好啊 是嗎? 先不說她的頻道好不好 但是Doors的人很好嘛 對 有什麼好嗎? 有什麼好嗎? 她有錢 又是這個 不是Doors是好的 Doors的人很有義氣 對朋友也很好 你看到她的人 你會覺得愉快一點 所以看她的影片 會覺得挺開心的 有爺考驗嗎? 今天這條影片 主要是介紹一下頻道 今天這條影片就差不多 就到這裡了 希望大家可以訂閱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我的頻道 記得按讚 再見再見 不是開玩笑 如果我所知 其實Doors是 接下來有很多計劃 就是做很多有意的影片 聽說我接下來打算派錢 對 做一段影片就派錢 你說的是另一個Doors的頻道 不是 我是雲吞來的 你不是打算派錢嗎? 我當然沒有 我最近聽到你講電話 那些錢勢不太快 是你偷聽 你說得很大聲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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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說了幾分鐘也說不到 不是要搭播放 因為那些影片 你長一點就可以放多些廣告出來 或者我們看下天 就這樣 就這樣 第一個 你心中最欣賞是誰 YouTube頻道 最欣賞是 就是你覺得除了這個頻道 你出了四個位置來做我 哈哈 首先第一個我講 我覺得就是歡樂馬介休 不知道的 我就講一講 他們就 之前就專門做一些遊戲片為主 接下來好像多了很多新的系列 隨感樂約會 黑GAP 然後也會有一些劇情片 最近有個隔離興會 各方面 介紹一些美食 奧美食 應該都要繼續玩遊戲 有兩個女生很漂亮 有個沙貝爾 有個阿寶 對 我少聽 因為我其實 不要說是其他頻道的影片 我是微辣的影片 我也不看 我也不看 我的影片也不看 我真的有很多影片也不看 我剛巧有一個蛋了 我才會 你說最欣賞 我最欣賞你 我看得最多就是你 微辣有我的影片 我也是不看的 有時不敢看的 有時真的會 有時真的會不敢看 大排檔我也不敢看的 好厲害 好厲害 我唯一看那集 就是被人罵那集 被人罵太厲害了 什麼了 怎麼罵都這樣 對 兩個看一看 該死的 還有另一個就是 就是飛夢影畫 我多數是看他們兩個的Facebook 飛夢影畫就是拍一些劇情片 為主 現在以我所知 他們也有另一個頻道 可能會拍一些Vlog的東西 他們就拍劇情很厲害 也好像找過我們 之前有一套電影 有參與過拍的 我們就要吹吹吹吹之類的 還有一個就是交街架 這個一定要支持 這個也是我們媚賴的同事 中村有份 主要有些配音 改編歌 我唯一中村我真的每一條片都會追 可能因為他出得很少 他自己也很忙 但是 我是猜不到他的片段 可以搞笑到說 好一點 他只差配音 他只差配音 肚美子 不得了 好搞笑 都是推介大家去看一看 這幾個就是我們澳門 我自己 想推介給大家的東西 當然 一定會還有其他 有些可能我介紹不到 有些可能我未看過 歡迎大家可以下面留言 另外就要介紹一些 不是澳門的大哥看開的 我想問多姐 有沒有什麼YouTube 你是看開的 老高 也有很多人叫我介紹 但是我覺得老高 不用介紹 他都沒有叫別人訂閱過他的頻道 他又問不到我介紹 就是一個神話來的 現在來說 他好像三百多萬 我一開始就看 為什麼他增長得這麼快 這麼誇張 我一開始就有一點自卑 我有拍YouTube 有人有拍YouTube 人家是這樣的 當然我沒有跟別人相比 但是你自己也要想一想 為什麼人家會增長得這麼快 後來呢 老高有說的 我就吃我心定一點 好像他們的增長速度 好像是世界紀錄 就是我們沒有理由跟世界紀錄 對 對 我想介紹一個 就是一個關於科技的頻道 叫做 Adwin Action 他就是每個月份 他都會介紹 那個月份 新出的科技產品 是所有的 就是他留意不同公司的發佈會 各方面 我覺得這個頻道 它是一個幫你省錢 同時會使用你花錢的頻道 有時候可能 你會想買一些產品 你不知道好不好 可能你看完這段影片 就會說完 原來這件東西是不行的 可能你會說 那行了我不用買 但有時候呢 我都覺得很棒 我看完之後馬上賣了 我明白 他出片是超快的 那天iPhone凌晨發佈會 他翌日早上 就出了這段影片 就簡單講一個 他也是一看完之後 馬上曬筆記 然後馬上拍過 是啊 所以這個是我強烈推薦 基本上我會保持著看 一來我覺得這個世界 變得太快了 保持著看 你會見到很多很多 你不知道的 想不到的東西 最近有一條他講 大陸出了一條蒸粗帶 你知道嗎 不是很久之前有的嗎 以前有些什麼鐵組 但是他有一個科技頻道 介紹這個是 高科技蒸粗帶來的 他說這個蒸粗帶 就不知道為什麼 他加了一個無線的功能 就可以通過一個電話 來控制 就是什麼時候開箱解鎖 後來好像說 這個蒸粗帶 就是被黑客 撞進去 然後幫他鎖了 一輩子都開不回來 黑客就登入一下 鎖住你下面 一輩子你都開不回來 其實哪有人會穿這些 我不知道 還有挺有趣的 他介紹之外 說話都很好笑 這個是我個人很推薦 我朋友我經常都會看的 然後第二個 就是一個 你知道我喜歡吃的東西 就是一個飲食的頻道 就叫做有淡好吃 本身提到很多 但這個就是因為最近提到 新試一下我覺得很棒 都是香港的 都是香港的 首先他拍的方面 他拍得很漂亮 就是他很有心的 拿穩定器 去拍一下環境梳 各方面 他介紹的東西 對我來的很新奇 他有一個系列就叫擇星之旅 他就會介紹香港 有米芝蓮 拿到米芝蓮星星的餐廳 那時候過到香港 我都應該去試一試 他說的那些餐廳 還有一個就是舉揚雪幹話 那就是一個台灣的Youtuber 他就會說很多知識性的東西 中間也有很多gap 那我睡覺了 我喜歡聽著的東西 對 那這個就是我睡覺前來的時候 要播著來聽的 那他就說什麼都有的 男女啊 世界的東西啊 各方面 大家可以去聽聽 看我的影片 就叫做浪費時間 那可能你中間有些娛樂 順順支持一下我們 不是啦順順支持一下 不是我而已 你不是 你這邊有營養的 那些bullshit 是不是啊 你放錢我前一點 沒有啊沒有這樣說 沒有啊 那就是你派給我 沒有這樣說 沒有這樣說 沒有這個想法 就是他給大家驚喜 第一次有驚喜 是嗎 又做我啊 繼續啊 繼續啊 所以這個我覺得 他是娛樂性之餘 還有一些知識性 這類型的影片 說起這類型 就是光說話的 有一個叫X檔案 我也有看 我也有看 總之就是講一些很奇怪的事 或者那些案件很難拆解 我還喜歡看這類型 還有這個X檔案呢 嗯 還有一個叫叉雞 我想說叉雞最厲害的是什麼呢 我看他的前排 他的影片不停被人偷片 被人偷到大陸的B站那裡 你們可以看 他的解決方法是超屈的 就是他一開始就加了一些水印那些東西 然後不知道 偷片的人就撥了一些水印 他就跟那個偷片的人不斷對鬥 對鬥 然後他不知道 把水印就放在字幕那裡 他撥了字幕 自己重新打回字幕 然後他就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法 他就令到他偷片的那些人 就整個帳號都沒有了 那是什麼我不說 你們看 看他整個過程都是很有趣的 看我如何送到片仔 見上帝 原諒你是上帝的事 我的任務是送你去見他 哇 這條片是正的 真的有感覺 還有一個就是暗網仔 暗網仔有幾個頻道的 有時候講一下網絡的東西 看完片可以吸收到一些資訊 二來呢 因為他有時候的影片會講英文 講英文它有中文字母 我覺得在這個過程 你又可以學到少少少英文 我懶得學一下他 對 二來我覺得暗網仔挺英俊的 老實說 他之前好像有去旋售那些 真的嗎 他之前有講過 那繼續還有一個就是五仔 一個很久之前的youtuber 最近都是拍片 又講一些時事 他講的比較多就是香港網絡youtuber之間的 香港的世界 對 作為我們在做這件事 有時候都要看看發生什麼事 對 我見很多youtuber都會做這些事 我們不知道香港發生什麼事的話 他就會說出來 然後可能有些人 不知道澳門發生什麼事 他又會說出來 我見到澳門也有說 也有說 有說 上過他一集 你拍攝這件事 對 但我自己覺得他講話是挺忠衡的 不會說 好像會很聽一邊講話 他純粹就是 告訴你有這件事 然後大家就自己判斷 我自己都是中立的角度 然後呢 還有一個就是蕭先生 Mimi Hong Kong 這個都是我之前睡覺狂聽的 都聽說一些世界的東西 還有他有說很多故靈精怪的 他有一個系列是說追女仔 大家完全都是去看一看 追女仔 他講很多 講回我們基因為什麼會追女仔呢 為什麼我們喜歡大胸的女仔 講回我們以前還是猩猩的時候 我們交配只有一個姿勢 那就是見到一個屁股的 他就是因為後來演化到 變成人的時候 他就說那個胸其實有點像屁股 所以我們就很喜歡見到那件事 這個不知道是真的還是假的 但是他裡面 講追女仔呢 都講了幾個項目 我覺得很適合 就是有時候我開直播 都有人說怎樣追女仔 我強勵大家去看一看 我之前就常常睡覺都會聽 但有時候蕭先生會吹得很大聲 好像不太適合睡覺聽 所以就變成早早聽了 然後最後一個 因為片場的關係 可能下次再介紹其他 最後一個我強烈建議 不要亂追蹤 因為追蹤了 可能你的身體會變差 前面大家看到我的眼袋有點大 對呀 我也學 我就追蹤了之後 我的身體就一天比一天差 你認真說的 真的 這個頻道 鍾子通 鍾子通沒有 沒聽過 鍾子通我覺得是 這個真的很噁機 我想說你看看多點 是啊 OK 鍾子通是什麼呢 他是一個介紹AV的Youtuber 但他厲害在 他所有的片 他是沒有色情成份的 要不就打格子 要不就剪掉他 那聽說要加入會員 剛才我看到沒有格子版本 我真的覺得他是一個 很有代表性的做這件事 嗯 因為我們小時候 聽到一句話叫做 天生我巡必有用 你都有聽過 嗯 但其實小時候 我覺得這件事是廢話來的 因為沒有的 你小時候 你喜歡打遊戲 你喜歡玩 你喜歡打遊戲 你都不會賺到錢 不會有前途 喜歡吃東西 喜歡什麼 都不會有前途 是我們小時候 但因為現在有了Youtube 有了網絡這件事 可能你玩特別厲害 你就拍影片介紹什麼好玩 你吃東西特別厲害 你就拍影片介紹食物 他把這件事都發揚光大 就是介紹一些影片給別人看 所以他真的是最能夠表達出 天生我巡必有用 就是 我整對眼睛看到你的黑暗圈 是嗎 沒有辦法 你看到我介紹這麼多頻道 多謝都要搜尋一下 但這個他看最久 他超興奮的 多謝我相信你是超興奮的 我真的很想看 真的不錯的 真的不錯的 不是男生喜歡看女生 女生也喜歡看女生 不是看男生 男女可能也會看 但女生會看多一點 現在才知道 所以有時我們女生化妝的那些 有時其實是給男生看 我以為有化妝 你還是參考那些AB女生 嚇到我 好了 有關時間的關係 先介紹一下 大家如果有其他頻道 可以推薦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我看到有些會推薦 比較新的Youtube頻道 我覺得你們可能要再做多些片 就是我介紹別人去看的時候 可能你也有些貨在這裡 這樣會好些 如果大家覺得OK 我接下來也會介紹 但最後說回為什麼 今天會拍這條片 因為最近有時 我會上網 上連登 上Facebook的群組 一直都看到的 其實這件事 但最近可能我感覺特別強勁 為什麼 就是會看到不同頻道 他們的觀眾 會相罵來罵去 哦 我看到這些情況越來嚴重 甚至是罵得很激 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大家只不過是喜歡看不同的頻道 但是他會 都要抨擊另一個頻道 好像仇人 去到人生 看這個頻道的人都是弱智的 你真是廢的 你全家都死了 我心想 為什麼會這樣 你會想一下我小時候 我喜歡黎明的小時候 我姐姐喜歡張學友 我姐姐經常喜歡跟我玩 因為我那時候小學的時候 我姐姐都二十多歲 我姐姐經常會讚張學友 然後說黎明 我就很生氣 我經常會在面前 你吃屎 然後我就狂鬧張學友 我會詛咒張學友 我小時候不懂 他會說黎明 我詛咒張學友 我希望不要計 我想說其實YouTube 也好 什麼都好 其實應該是要百花齊放的 嗯 就是我上YouTube 我就要看片 看片的時候 其實我有多些選擇 不是好的嗎 你有多些東西選擇 大家有個競爭 亦都大家會想進步 互衛互利 是呀 你沒有競爭的 我都無敵的 我隨便拍 我拍些屎出來 你都不能選擇 其實是不好的 但我明白有時候 他們可能是因為 他很喜歡你的頻道 他覺得 為什麼大家不看呢 可以用其他方法 其實你不用去攻擊其他頻道 反而用回你的行動 去支持你本身的頻道 可以出片 你給個讚 就像剛剛我發哥鋪了影片 他逼我用我自己的電話看 加到他一個觀看 就是我手 就支持他 我手過那條影片 然後他打算用我的頭來看 我走開 用你的電話看 少了個觀看 我是這樣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們 真的喜歡你的頻道 給個讚 留言 或者分享一下 或者介紹朋友看 我自己覺得很盲目的攻擊 可能你會覺得 一句很簡單的 很普通的一句 垃圾 但其實可能他的心目很難受 垃圾都懷了 我記得他真的很誇張 就是講懷了 家人 你全家都要知道 看一條影片 你喜歡吃叉燒飯 他喜歡吃菠蘿包 很正常 沒問題 你為什麼要罵吃菠蘿包的人 其實不應該這樣 說一說這件事 其實意見是OK 但我看到人生攻擊一下 或者罵人家的家人 我覺得就多了 希望這段影片可以令大家 我先把情況幫幫忙 我覺得網絡已經太多苦能量 拍到不好的東西 大家就盡量都 發放多一些精能量 精能量的二人組 盡量我們是精能量的二人組 好嗎 好 今天就到這裡了 多謝多謝 多謝其實是無故被抓過來的 對啊 因為我約了多謝直播 你約多謝直播 你沒事做嗎 還是你坐我旁邊 你假的 所以我剛剛什麼頻道都不知道 如果我應該就做功課 因為我們剛剛拍完阿謙的影片 準備直播 然後我在中間打算拍這條影片 然後我就祝多謝個人 始終有個女生 就比較多觀看 特別多謝今天新髮型 她本身已經超白 她還做了這個髮型 更加顯白 我發現我的手不顯白 但我臉的粉很白 你太過分了 你是不是要逼死其他女生 好啊 就是這樣了 再一次多謝 還有多謝大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大家有興趣的可以訂閱 多謝你的頻道 我的頻道 或者我剛剛介紹的頻道 或者你們有什麼頻道推介的 在下面留言 好嗎 多謝大家再見 拜拜